大家好 我是魏加伯老師 我們本週有Rubio小考 首先我們來檢討一下小考的考試題目 第一題是跟BatchNormalization有關 它假設說這個BatchNormalizationLayer的輸入是nchw 題目問說這個Layer包含了Trainable的Perimeter的個數是多少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是3也就是2C 很可惜大部分的同學都選C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這一題正確答案是2C 請大家可以看上上週的投影片 找到BatchNormalization這一頁 假設這個輸入的Shape是nchw的話 這裡面的μSigma它的Shape就會是1xcx1x1 然後這個μSigma是這個min跟variance 這個是這個不是那個trainable的perimeter 這個是由這個x所算出來的 由這個輸入x所算出來的min跟variance 那這邊這邊的γ跟β才是trainable的perimeter γ代表著這個一個scale的perimeter 然後β代表一個shift的perimeter 所以這邊的γ跟β才是trainable的perimeter 我們算一下它個別的shap都是1xcx1x1 總共有兩個嘛所以你要乘以2 所以trainable的perimeter的個數就是2C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題 下一題是要選出錯誤的敘述 這一題有4個敘述 錯誤的敘述是第4個敘述 第4個敘述是說A等一定保證可以比SGD加momentum來得好 這個其實是不一定的 如果你適當的去調整learning rate的話 這個SGD加momentum它的訓練出來的model 是有可能比A等訓練出來的model表現來得好的 所以這一題錯誤的敘述要選4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題 第三題也是要選錯誤的敘述 這一題錯誤的敘述是第2 Data augmentation might change the label of an image Data augmentation是不會去改變image的label 比方說我一張image的label是貓 我做Data augmentation的意思是 我去改變它的顏色或者是對它做一些上下左右的offset 做這些動作並不會改變這張image的label 另外三個都是對的 就是說Early stopping是常被使用的一個方法 Drop out layer常常跟Fully connected layer一起使用 第四是說如果遇到overfitting的話 我們應該要增加regulation或者是說去收集更多training data 這個也是對的 那本週的課程進度是這個object detection 然後我把這個相關的 相關的那個課程的內容連結都放在這邊 大家可以去仔細看一下這裡面連結的內容 我們這一週的進度是object detection也就是物件偵測 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些相關的問題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最基本的就是classification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給定一張影像 然後我們的目的是要去判斷這張影像的所屬的類別 除了判斷類別之外就沒有其他資訊了 比方說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說這個物件也就是這隻貓 它在這張影像中的位置 然後呢它也不允許有多個label 就是它不能同時有貓跟狗 那這個是classification問題 那我們這個禮拜要介紹的object detection問題呢 它的目的是要在輸入影像中找出我們感興趣的物件 以及這個物件在影像中的位置 那我們感興趣的這個物件呢它可以是有很多種 那就看我們的問題需要 以常見的這個mscoco這個dataset呢 它裡面就定義了80種類別 那像我們這張輸入影像裡面呢 它就有包含了兩種我們感興趣的這個object 也就是這個狗跟貓 然後object detection呢它會去偵測每一個object 它在影像中的位置 那它把這個位置用這個框框來表示 這個框框我們叫做bounding box 那bounding box呢它是會由兩個座標來表示 就是由這個左上角的頂點跟右下角的這個頂點 只要我們決定了這兩個頂點呢 我們就可以去決定一個bounding box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法也可以決定bounding box 比方說我們可以決定這個bounding box的中心點 然後另外兩個額外的參數就是這個bounding box的寬度 以及bounding box的高度 然後呢這個 呃你這個物件呢它的 它的在圖影像中的位置是任意的 而且它的bounding box的大小也是任意的 那還有這個object的個數呢這個也是沒有限制的 就是看你在就是你看你在訓練模型的時候 你可以定義一個object的上限 那這個上限就決定了說你到底最多可以偵測到幾個object 那另外兩個相關的問題是這個 segmentation問題 那segmentation又分成semantic segmentation跟這個instance segmentation 所謂segmentation指的是我們想要去標記這個輸入影像當中的每一個pixel 我們想要幫這個每一個pixel標記一個類別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個semantic segmentation 那這個在標類別的時候呢它是不同類別就會用不同的顏色來標 然後呢semantic的意思是語意 它不會去管說我到底有幾個object 比方說我有兩隻貓那這兩隻貓它不會管你 它都視為同一個同一種 它都視為同一種所以它只會用同一種顏色去標 所以如果是這張輸入影像我們有兩隻貓的話 這兩隻貓呢它都會用同樣的顏色去標記 那另外一種相關的segmentation問題叫做instance segmentation 那它的目的也是要去對每一個輸入影像的pixel做標記 那它在做標記的時候呢是會根據類別來標不同的顏色 那即使你是同一個類別比方說我的類別都是狗 但是我如果是不同instance就是不同不同的object 不同的instance 比方說這張影像裡面有兩隻狗 這兩隻狗它的類別都是一樣都是dog 但是呢它是屬於不同的instance 那我們在做instance segmentation的時候 就會用不同的顏色來做標記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object detection或者是instance segmentation 它都是允許這個multiple object就是多個物件 然後像這個classification或者是semantic segmentation 它就沒有再去區分你的影像當中有幾個instance 接下來介紹IOU IOU是評估object detection結果的一種工具 IOU的全名是intersection over union 那我們來看這張圖形 這張圖形呢它有一個綠色的框框 綠色的框框代表這個標準答案就是標準答案 就是ground truth bonding box 然後呢紅色呢代表的是我們偵測的結果 那我們想要去評估說我們這個偵測的結果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就直覺來說如果我們偵測到的框框跟綠色的框框 重疊的程度越高的話 那就是表示說我們偵測的結果就是好的 那反過來說如果這個紅色的框框跟綠色的框框重疊的程度越少 那就代表這個偵測結果是越差的 那IOU就是以這個概念然後來用一個數學的方式來評估說我們object detection的結果的好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IOU的定義 IOU呢它是一個分數它的分母呢是兩個框框的union 那這個兩個框框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一個框框是ground truth 然後另外一個框框呢是我們偵測到的binding box 然後分母呢IOU的分母就是兩個binding box的連擊 然後分子呢就是兩個binding box的交集 然後我們可以去算一下說這個IOU它的最大值 跟最小值各是多少 那很明顯的這個分母呢一定大於等於分子 因為你做連擊的結果一定會大於等於做交集的結果 所以分母一定大於等於分子 那麼也因為這樣所以IOU的最大值就是1 那我們來看一下IOU的最小值是多少 當這兩個binding box沒有重疊的時候呢 他們的交集就會是0 那分子是0的話這個IOU的值就會是0 所以IOU的最大值跟最小值就是介於0到1之間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些IOU的例子 什麼樣的IOU的值代表是好 那什麼樣的IOU的值代表是不好呢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個最右邊這個 那個偵測結果是excellent 那它紅色跟綠色的框框相當接近 那我們如果去算IOU的話 它的IOU是0.92 那就是相當接近於1了 那這個我們肉眼來看幾乎是覺得就是偵測的結果 跟標準答案已經是相當的接近了 那中間這個是中間這個偵測的結果也不錯 是good 那它IOU算出來的結果是0.73 然後最左邊這個偵測結果最差 我們很明顯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紅色偵測的框框跟這個綠色的框框 就是他們的binding box的重疊程度還差蠻多的 那這個IOU算出來只有0.4左右 所以呢 如果兩個binding box它的IOU有到0.7左右 就已經算是不錯的偵測結果了 那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一般在使用object detection這些 呃現有的tool的時候 大部分看到的結果都會是類似中間這個good的結果 接下來介紹NMS NMS也是object detection常常用到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物件偵測的時候 我們物件偵測的結果不會是完美的 通常偵測的結果就是像下面這張圖一樣 最原始的結果它會在一個物件附近呢 會有多個候選的框 比方說這個狗的附近就有三個框 然後這個人的附近也有三個框 那麼NMS的目 NMS就是這邊就是non-max separation 或者有人會把它叫做non-maximum separation 那它的目的呢就是去抑制非最大值的那些框 也就是說把那個分數最高的框留下來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它這個演算法 它有一個演算法 那我們會介紹NMS這個演算法它的流程是怎樣運作的 首先第一步呢它會去選出這個分數最高的候選的框 然後呢它會去計算這個分數最高的這個框跟其他的bonding box的IOU 如果這個IOU大於0.5 這個0.5是一個threshold 我們可以自己設定 那一般來說是0.5 那假設這個IOU大於0.5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這些框給移除 以這個dog它的框框 我們現在最高分的框框是98%這個框 那跟它重疊程度最高的就是這個紅色的dog 90% 那我們去計算紅色跟綠色的框 的IOU 如果它有大於0.5的話 那我們就把紅色這個框移除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再去計算 綠色跟黃色這個框的IOU 那這個IOU如果大於0.5的話 這個黃色的框也是會被移除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dog 綠色的框跟這個人 人的框框都沒有重疊 所以這個狗的框跟人的框重疊程度是0 所以重疊程度是0 所以就不會去移除掉人的框 到step3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step3之後呢 他就去找下一個最高分的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到目前為止最高分的框是哪一個 剛才呢我們是已經移除了紅色的dog跟 剛才我們已經移除了紅色的dog跟綠色的dog 那我們要去找下一個最高分的框 那他是96%的綠色的人的框 那也是一樣 他會去看跟這個綠色的框框重疊的那些bunding box 如果他的IOU有大於我們指定的threshold0.5 那他就會被移除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呢 紅色的person跟綠色的person 重疊程度大於0.5 所以這個紅色的person他會被移除 然後這個黃色的person呢 他跟綠色的person重疊程度也是大於0.5 所以他也會被移除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總結一下剛才講到了這個NMS的演算法 首先第一步呢是去 假設我們這張輸入影像他有6個bunding box 那他首先會去選出最高分的那個bunding box 然後接下來呢是去計算這個最高分的bunding box 跟其他的每一個bunding box的IOU 如果這個IOU大於我們指定的threshold0.5 那這個bunding box就會被移除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呢 跟這個dog重疊的框框有這個紅色的dog跟這個黃色的dog 那這兩個的IOU如果是大於0.5的話 那這兩個框框在step3的時候就會被移除 所以在step3的時候呢 跟這個dog相關的框框就只剩下綠色這個 就是只剩下最高分的這個 那接下來呢他會重複這個回圈 他會去找下一個最高分的框框 那下一個最高分的是這個96%的綠色的person 然後呢也是一樣他會去計算跟這個綠色的person重複的 跟這個綠色的person框框重疊的框框去設玩IOU 如果這個重疊的程度IOU是大於0.5的話 那這個框框就會被移除 所以這個87%的person跟82%的person 跟這個82%的person都會被移除 那最後剩下就是已經沒有其他候選的框了 那這個NMS的演算法也就結束了 下面我們來看深度學習方法中 早期最有名的物件偵測方法 這是一系列的論文 從這個RCNN開始到FASTRCNN 還有FASTRCNN以及後來的MASCRCNN RCNN是Region Bas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的縮寫 然後它是GERSHIC在2014年所提出來的 那這個方法呢 它首先它會用一個方法叫做Selective Search 去找出一張輸入影像中它可能的候選的區域 那這個候選的區域呢叫做Region Proposal 或者是有人會把它叫做Region of Interest 簡稱叫做ROI 那這個Selective Search 它大概會找出2000 一張影像大概會找出2000個 這個ROI 然後這個ROI它會經過一些處理 比方說它會把它變成是正方形 假設你這個Region Proposal是長方形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補黑邊的方式 或者是把它Resize成一個正方形 然後調整成正方形之後呢 你還要Resize成一個固定的大小 然後把它位給一個CNN來取Feature 這個是對每一個Region Proposal去個別取Feature 所以說如果我有2000個Region Proposal 那我就要做 我取Feature這件事情就要做2000次 那取完Feature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Feature 位給一個Classifier 然後由這個Classifier來決定這個 Region Proposal它的類別是哪一個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網頁最下面 它有畫了一個方塊圖 那從這個方塊圖的最左邊就是RCNN這個方法 最下面是輸入影像 那經過這個 經過這個Selective Search這個方法 它可以找出2000個Region Proposal 然後再把這2000個Region Proposal 個別位給一個CNN來取這個Feature 那取完Feature之後呢 它會把這個Feature 位給一個SVM的Classifier 來判斷這個Feature的類別 那同時它還會做一件事情 叫做Box Offset Regressor 因為當我們用Selective Search 去找出這個候選的區域之後呢 我們就已經知道了這個候選的框 在輸入影像大約的位置 可是這個位置呢 還需要經過一些微調 因為它Selective Search找出來的候選的框 可能沒有框的剛剛好 可能會有一些偏差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透過這個Box Offset Regressor 來微調這個Selective Search找到的框的位置 以上呢就是這個RCNN的方法 那我們可以總結一下 RCNN這個方法它需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利用某一個方法去找出Region Proposal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它要對每一個Region Proposal去取Feature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去做Feature Extraction 就是Feature的抽取 然後第三件跟第四件事情呢 是去分類跟做這個Bounding Box的這個Offset Regressor 所以總共有四件事情 後來呢 後來呢 Gorshick在隔一年 就是2015年 他想要去 就是 改進這個RCNN的一些缺點 RCNN的缺點 是在於 它Training跟Testing的速度都非常慢 所以Fast RCNN就想要去 縮短這個RCNN 它Training以及Test的時間 那它的想法是呢 去把後面這三件事情 結合成一個網路 我們前面講的這四件事情 它都是個別做的 就是說這四件事情 它的那個model或是方法 都是彼此是獨立的 它沒有相關的 它在訓練這些model的時候 都是個別訓練的 那Fast RCNN 它就提出來 它想要把後面這三件事情 也就是Feature Extraction 跟這個Classifier 還有這個Bounding Box Regressor 這三件事情 用一個類神經網路來完成 它可以用End-to-End的方式 就是它不是個別去訓練這三個網路 而是把這三個網路串連起來 然後同時去訓練 這個就是所謂的End-to-End Training 那做了這個改進之後呢 Fast RCNN就可以去縮短 這個Training以及Test的時間 然後下面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Fast RCNN它的這個 比較詳細的內部的流程 首先也是一樣它要 這張輸入影像它要透過 就是Selective Search去找出我們 有興趣的這個區域 也就是所謂的ROI Region of Interest 然後跟RCNN不同的地方在於 它這邊是它把一次就把 全部的ROI跟影像一起 位給一個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說它只做一次的Forward Path 那它不會像RCNN要個別做2000次的Feature Extraction 然後做完這個Forward Path之後呢 它會對這2000個ROI Feature 個別就是個別去 去算一次這個Soft Max 跟算一次Regressor 也就是對個別的ROI去做 去分類還有去做這個Bounding Box的Regression 以上就是RCNN跟Fast RCNN的介紹 下面我們來看Bounding Box Offset Regressor 這個區塊它裡面比較細部的內容 首先呢假設這個Predicted Bounding Box 它是由PX,PY,PW,PH來代表 那其中PX,PY代表這個Bounding Box 中心的XY坐標 然後QQQ,PW,PW,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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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代表這個Bounding Box的寬度以及高度 那同樣這個Ground Truth Bounding Box 我們是用G來代表 然後呢 GX,GY,PY就是Ground Truth Ground Truth Bounding Box中心的XY坐標 GWGH就是Bounding Box的寬度以及高度 關於Predict Bounding Box 如果是在Test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個是Selective Search所找到的Bounding Box的坐標 如果是在Training的時候 這個Predictive Bounding Box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比方說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我們在做Data Augmentation 我們會把一個框做一些 上下左右的Offset 這個就是Offset之後的結果 下面 下面是這個 Bounding Box Offset的公式 它這個Offset包含了四個 就是TX TY TW 以及TH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TW就是 GW除以PW 也就是把GroundTools的WITH 去除以這個Predict 的Bounding Box的WITH 然後再經過一個Log function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WITH的Offset 那為什麼它要經過一個Log function呢 因為它希望 這個 這個分數呢 它希望它的數值不要太大 所以它再經過一個Log function 然後這個TW就是 這個寬度的 Offset 那同樣的我們可以去對這個高度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得到TH TH代表 代表的是這個高度的Offset 然後 接下來我們要去算這個TX TX就是這個中心坐標 中心坐標的Offset 那它的算法是 GX 減掉PX 也就是 GroundTools的中心 的X坐標去減掉 Predicted 這個Bounding Box的中心的X坐標 然後再除以這個 然後再除以這個Predicted Bounding Box的寬度 好那 那這樣子算出來就是這個 呃 這樣算出來的話就是這個TX 就是 X 中心坐標的 Offset 那它這邊有除以一個PW 那這個原因也是一樣 就是說它 它不希望 這個GX 減PX 這個值可能會比較大 那它希望有一個標準化的動作 所以它會除以這個Bounding Box的寬度 那下面呢它也是對Y坐標做類似的事情 然後去算出這個Y坐標 就是 Bounding Box中心Y坐標的Offset 然後這個 TX TY TW TH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Bounding Box Offset 這個是我們要 呃有一個 Regression的Model來預測的 那 這個Regression的Model它的Loss function在下面 這個TI就是剛才的這個 Bounding Box的Offset 然後這個這邊的 這個DIP就是 就是 Regression Model所預測出來的結果 那 我們希望它的這個 這個Min Square Loss是越小越好 然後 一旦我們算出來這個 如果 一旦我們訓練完之後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 Regression Model訓練好之後呢 呃實際上在TEST的時候 我們會 我們會知道這個PX PY PW以及PH 呃以這個RCNN為例好了 在TEST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這個SELECTIVE SEARCH 去找出一個候選的 呃 PROPOSAL 那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知道這個候選的PROPOSAL 它的 呃它的位置 它的Bounding Box的位置 也就是PXPY PW以及PH 那同時我們把這個 呃 Region PROPOSAL 位給這個 Regression Model之後 Regression Model會得到 這個 會輸出一個 Bounding Box Offset 就是TX TY TW 以及TH 然後呢 我們可以根據這四個公式 去反推出這個真正的 Ground Truth Bounding Box的位置 也就是 我們可以根據這四條公式來反推出 GX GY GW 以及GH 的值是多少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Bounding Box Offset 前面我們提到FEST RCNN它 它把後面三個區塊 就是Future Extraction Classifier 跟Bounding Box Regressor 這三個區塊 整合成一個網路 然後用 End-to-End的方式來訓練 那可是呢 最前面 還有一個區塊就是 Region Proposal 這個區塊 它是用 之前的方法 Selective Search 來 找這個 Region Proposal 那可是這個其實 有一個問題就是 要去算這個Region Proposal 其實是 相當花時間的一個過程 它需要耗費很大的運算量 也因此FEST RCNN 它在 TEST的速度 其實也沒有很快 那所以 後來呢 他們這一批作者 又提出了一個 改良的方法 叫做FEST RCNN 那這個FEST RCNN 它更進一步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 Region Proposal 用一個 類神經網路來取代 那這個類神經網路它的全名是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然後 也就是說它想要把這四個區塊 串聯成一個網路 然後把這四件事情 用End-to-End的方式來training 那這個就是FEST RCNN它的基本想法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流程圖 這個影像一進來 它會經過一個 CNN 然後再經過 一個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去找 Region Proposal 然後接下來對這個 Proposal去取 Feature 然後 接下來就是去 做Classification 跟去做 BoundingBox的 Offset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論文 它的作者 那前面有提到那個Gershik 就是RCNN跟FEST RCNN的作者 他也參與了這個FEST RCNN 這篇論文 然後 這篇論文的第2作者也相當有名 他就是我們 前面在介紹這個 網路架構的時候 我們有介紹到Resnet 那這個何凱銘 他就是Resnet的作者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FEST RCNN 他 比較詳細的 一些內部的 流程 左邊這個圖呢是 最下面這個是一張輸入影像 他會經過一個 Convolution 的Layer 然後得到一個 Feature Map 然後他再把這個 ConvolutionLayer的輸出 位給一個 RPN 就是Region Proposal Network 那這個 RegionProposal Network 他就會找出 這張圖 之中 可能的 有可能有物件的區域 那他把這些 可能有物件的區域呢 去 找出來 那 RegionProposal Network 他更詳細的 更詳細的運算了在這張圖的右邊 那假設我們這個物件他的中心點是在某一個格子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物件他的大小不是固定的 然後他的長寬比也不是固定的 所以呢他這邊用到了一個 方法叫做Anchor 就是每一個Proposal他會有一個 他會有K個Anchor 這K個Anchor就是用來 代表不同的 物件的大小 以及 物件不同的長寬比 比方說我的大小有三種Scale 然後我的寬高 我的寬高比也有三種 那總共我就會有三乘三 也就是九個Anchor 那每一個Anchor他都會再經過一個 Layer 然後去取一個 每一個 經過這個 IntermediateLayer之後他會得到一個256微的向量 然後再把這256微的向量去位給Classifier跟這個Regressor 然後Classifier就是去 判斷說到底 是物件還是不是物件 因為我們有K個Anchor 所以他這邊總共會有2K個分數 如果你的分類你要 分類 不只是 是物件跟不是物件 你可能想要多個類別 比方說你有四個類別的話 那這邊你就會有4K個 Score 然後另外這個是 Regression的輸出 Regression的輸出是4K K就是因為我們有K個Anchor 然後4的話是因為 我們的Bounding Box 他會有四個參數 就是Bounding Box的中心坐標以及他的寬度還有高度 總共四個參數 然後以上這個就是 Faster RCNN的介紹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這個 Mask RCNN Mask RCNN 基本上跟Faster RCNN Faster RCNN 他的架構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 他的架構只有 差別在一個地方 就是說 他把一個 ROI Pulling的動作 換成 ROI Align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在輸出的地方他多了一個輸出 這個輸出的區塊叫做 Mask FCN Predictor 他這個多出來的區塊的目的是在做 Segmentation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好 好 好 那也簡單來說就是他沿用了Faster RCNN的架構 那只是在輸出的時候他多接了一個區塊來做 Segmentation 來做這個 Instance Segmentation 好下面是他Segmentation的結果 他會把 我們感興趣的物件的每一個pixel都標上 標上一個標籤 然後我們前面有提到就是說他把ROI Pulling換成了ROI Align 那我們來 稍微看一下這個是什麼意思 首先就是假設我們原始影像是128x128的話 那 經過這個ROI Pulling之後呢 他的dimension會變小 比方說他會變成25x25 然後之前Faster RCNN 他會做一個quantylation 就是 他會做一個整數的處法 然後就把 剩下的浮點數給去掉 這個叫quantylation 但是這個quantylation呢 他會造成一些誤差 就是說 我經過quantylation之後 我在這個 feature map上的這個區塊 如果要對應回 這個原始影像的區塊的話 因為這個quantylation的誤差 會產生一些 反推回去的時候會 沒有辦法找到精確的位置 所以 Mask RCNN他就有提出 要把這個quantylation這個動作移除 也就是說他 他用的是比較精確的浮點的運算 這個x除以16就是 浮點的運算 那 這邊 x除以16再加方掛號就是去取這個整數 也就是說他用這個浮點的運算來取代這個 取整數的運算 也就是說他把這個quantylation移除了 所以他可以在feature map上 要反推 回 要反推 要在圓影像反推回 這個精確的位置 這個bounding box的位置的時候 他可以得到比較正確的bounding box的位置 好 以上就是這個Mask RCNN 以及他前面 這一系列這個 RCNN方法的介紹 前面我們介紹的RCNN 這一類的方法 他是屬於這個 Tool Stage的detector 他的Tool Stage意思是 他首先他會經過 一個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去找這個 ROI或者是region proposal 這是第一個stage 然後呢 第二個stage是用一個classifier 去分類這個 找到的region proposal 所以 RCNN這一類的方法 他被稱為 Tool Stage Detector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 另一類方法叫做 One Stage 這個detector One Stage呢 他就是省略了region proposal 這個 Stage 他是直接從輸入影像 就去預測 這張影像裡面所有的 object 他的所在位置 其中最有名的方法就是 YOLO 他是You only look once的縮寫 作者是Ray Raymond 他在2016年所提出來的 關於這個命名其實是 蠻巧妙的一個命名 YOLO他原先的縮寫是 YOLO他原先是 You only live once的縮寫 也就是說 人只會活一次 也就是說勉勵我們要活在當下 那作者呢 他巧妙了 應用這個縮寫 然後他把這個縮寫當成是 You only look once的縮寫 那 You only look once 同時也是 這個detector one stage detector 他的 中心的概念 就是說 他不需要像 RCNN一樣 去對個別的 Region proposal 去 個別的做classifier 做classifier classification 他是 以我們之前的 RCNN RCNN這個方法 他需要用一個selective search 去 找出2000個 region proposal 然後在個別對2000個region proposal 去做classification 或者是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YOLO 你只需要看一次 你不需要做2000次 這種classification 或者是 bounding box regression的動作 好 下面我們以一個例子來看 YOLO如何去處理一張 輸入的影像 那比方這是一張 100x100的影像 那他裡面呢有 他裡面有 兩個car是我們感興趣的object 然後YOLO他會把一張影像切成 一個NxN degree 那我們現在假設這個N是3 好 好那我們同時假設說 我們的 我們感興趣的類別有三種 分別是 呃 pedestrian car跟 motorcycle 所以我們有三個類別 然後呢這個每一個格子呢 我們就會用一個 Y 就會有一個label Y 這個label Y他包含了 呃 他是一個八維的向量 那這八維 八維的向量呢 他裡面 這八個維度分別 代表著不同的意義 那首先呢 他的第一個維度pc 他代表的是 這個格子裡面 到底有沒有object 所以 如果有的話 那這個pc就是1 如果這個格子裡面沒有object 那pc的值就是0 他代表的是這個格子裡面有 object的機率 然後剩下4個 呃4個參數 bx by bh bw 就是這個bounding box offset 然後這個 就是我們前面所 介紹的 呃 txt ty th 跟tw 然後剩下三個呢 他就是代表著是 跟class相關的 如果 如果我們有三個class的話 那這邊就 就會有三個維度 如果我們有80個class的話 這邊就會有80個維度 那現在因為我們的 我們有三種class 所以這邊會有三個維度 那舉例來說 這個是 3x3的第一個格子 那第一個格子的話 他是 他是沒有 沒有object的 所以呢 這個格子 他的label就是 他的一開始 這個pc就是0 然後剩下的這些 剩下的這 7個 都是問號 問號他代表的就是 don't care 就是說 我不在乎這些 剩下來的entry 他的值是多少 因為我這一個已經確定沒有object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有object的這個格子 應該要如何去編碼 那他編碼方式呢 他就是 他的pc會被設成1 因為這個格子他是有object的 然後剩下來的 這個 4個entry代表他的bounding box offset 然後bounding box offset的算法 我們前面已經有講過了 然後剩下三個 跟class相關的 這個就是onehardencoding 因為我們現在的class是car 所以 這個c1是1 然後其他 兩個entry是0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有car的格子 他的label 那現在我們可以來算一下 就是我們的輸出 他的維度到底是多少 首先呢 一張影像我們會 分成3乘3個 分成3乘3 所以我們總共會有9個格子 那每一個格子裡面會有8個entry 也就是pc 然後加上4個bounding box offset 然後再加上class的個數 那以這個 例子而言呢 他有三個類別 所以就是1加4加3 也就是8 每一個格子會有 會有8個entry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 看一下 他有一個更 更延伸的一個 方法叫做anchor 那我們以這一張 影像來做一個例子 他也是把這張影像 分成一個3乘3的格子 然後呢 我們感興趣的物件有這個 pedestrian 人跟後面這台車子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人 的中心點 跟這個車子的中心點 都是在同一個格子 也就是32這個格子的位置 也就是說32這個格子呢 他 他同時會代表兩個 object 那只是說這兩個object 他的 寬高比是不一樣的 人的寬高比大概是 1比1.5 然後車子的寬高比大概是 3比1 所以 我們在同一個格子裡面 我們會 對應到 兩種不同寬高比的object 那 事實上我們可以有 多種不同寬高比的 的這個 box出現 那這種 不同寬高比的box 我們就稱為 Anchor 我們就稱為Anchor Box 好 以他這個例子而言 他定義了兩種Anchor 一種是寬高比大概是 1比1.5 另外一個寬高比是3比1 所以說假設我們有兩個 我們每一個格子 有兩個Anchor的話 這個格子的Y的輸出就長得像 這個 圖片所顯示的 就是每一個Anchor他會有一個 8維的 Label 所以 那我這個格子有兩個Anchor的話 我就會有8乘2 也就是16維的一個 向量 其中 前面 前8維呢 是代表著 第一個Anchor的 Label 然後 剩下的8維是代表著 第二個Anchor的Label 最後 我們以一個 例子來看一下 就是說 假設今天 我的 輸入影像是一個 608×608×3的一個彩色影像 那這個 YOLO它的輸出的 Shape會是什麼 YOLO輸出的Shape會是 通常啦 通常會是 19×19×425 那這個19×19就是 這個YOLO 這個應該是YOLO V3 YOLO V3會把它切成一個 19×19的格子 然後每一個格子呢 然後每一個格子呢 它會有 它會有5個Anchor 然後每一個Anchor呢 它會下面會有85個Entry 那這85個Entry是怎麼來的呢 是 它會 它會有5個Entry是對應到前面講過的這個PC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 Anchor它到底 有沒有Object的機率 然後剩下4個Entry是這個 Bounding Box Offset 然後這個80呢就是類別 就是類別的個數 所以80加5呢就是 每一個Anchor 它的Label的維度 那因為我們有5個Anchor 所以我們會有5乘85維 然後 所以 每一個 所以呢每一個格子它會有一個 425維的Label 那因為我們有19乘以19這麼多的格子 所以最後它的輸出的Shape就是 19乘19乘425 接下來我們來看YOLO眼鏡的歷史 在 第一個版本是YOLO 然後第二個版本是YOLO V2 V2這個版本它引進了Bash Note 然後 然後 V2版本它也用到了Anchor Box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YOLO是沒有用到Anchor Box 然後接下來是第3個版本 第3個版本是 主要的改進是在這個 Bash Model 原先的Bash Model叫做DarkNet 然後它引入了這個ResNet DarkNet 這個就是Regidual Block的概念 把它引入它的這個Bash Model 所謂Bash Model就是 去 讀那個輸入影像的CNN 另外一個 重要的改進就是它加入了這個 Multi Scale Prediction 我們來看 一張圖 就是 這邊左邊這個是DarkNet的網路 一般在 V2之前 它都是只有利用到最後一個Scale 就是這邊的Scale1 來 預測輸出 但是到了V3 它 除了用到最後一個Scale 它同時也用到了 倒數第2個區塊跟倒數第3個區塊 分別對應到Scale2跟Scale3 它用到了這三個 不同的Scale 來做這個YOLO的預測 那這三個Scale它的 輸出的大小是不一樣的 Scale1它輸出的大小是13乘13 Scale2輸出的大小是 26乘26 Scale3輸出的大小是52乘52 它結合了這三種不同大小的 Feature的資訊來做 這個Detection的預測 那它可以 因為這個不同Scale的資訊 它可以 得到更好的Detection的 結果 然後接下來呢 V3之後呢 還有 接續的版本是YOLO V4 YOLO V4的作者呢 跟 前三個版本的作者是 換了一批人的 YOLO的作者是Raymond 然後 他 其中也包含了這個Gershik 也就是RCNN的作者 那前三個版本呢 都是Raymond所 提出跟維護的 那到了第四個版本 YOLO V4之後就換成了一個 俄國人 就是Alexei跟 中研院的廖弘源老師 以及他的博士後 那他們有提出一篇論文 YOLO V4 然後這個YOLO V4呢 他也 他也得到了這個 YOLO原作者的認可 那 YOLO原作者他的Github是這個Darknet 那他也有在 他的 Github上面提到 YOLO V4是他的一個 他認同的一個後繼的版本 然後之後的話 也有 也有一些公司 他提出了新的 物件偵測方法 他叫做 YOLO V5 那可是這個 V5這個版本並沒有得到 原作者的認同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YOLO V4跟 V3他的 偵測效能的差別 這個橫軸代表的是FPS 就是 FPS 那數值越高的話代表你 所需要 偵測 偵測一張影像的時間越短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同樣都是在 70 FPS的情況下 YOLO V3的 MAP大概是 33左右 然後 YOLO V4他的 MAP是 44 左右 相差了大概 11個 Average Precision 也就是說在相同的速度下 YOLO V4跟 YOLO V3 他的效能提升大概提升了11% 那這是相當大的一個提升 然後 當然還有比YOLO V4更好的一些 效能更好的detection方法 就是準確率更高 比方說這個Google提出來的這個Efficient Detection 他FPS可以接近50 但是他的FPS就明顯慢很多了他的FPS只有到10 他才能夠達到這個 50的AP 然後這個 橫軸呢是針對V100這塊顯卡 他所 他所對應的FPS 那他 作者也有去換算 就是如果你換算成 換成其他顯卡的時候 對應的FPS是多少 比方說如果你是 V100的90FPS 那他大概是對應到 這個RTX2060的30FPS 那30FPS的話其實已經是 算realtime的 所以如果以 RTX2060這塊顯卡 來運算的話 我們可以 不管是用V3或者是V4 我們都可以達到 這個 realtime的 Object Detection RTX2060 Katie B